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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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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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了 这次比赛之前 我们没有拿到 之前幸诚受伤 或者是状态有什么 不太好的这个消息 所以我对刚才 他的这套节目 实在是觉得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他的教练莫勒索夫 现在马上在询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可能 运动员会场上 在因为自己的状态 一刹那没有调整好 会一个动作起空 但是这样大面积的 动作完全没有去做 实在是 可以说近几年当中 不但是在他 在南单赛场上 也很少见 这是他第四次 参加世界锦标赛 前面的三次最好成绩 是在06年获得的第四名 就在上个月 刚刚结束的 温哥华冬奥会 他还是 获得第七名的成绩 而且当时他短节目 能够滑到第四名 我们要想象一下 他的这个第四名 仅次于 普鲁申哥雷萨切克 和高桥大夫 所以这次短节目 实在是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次日本男单有三位选手参加比赛 之前小种重演完成得非常好 以这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二十三岁生日 我想可能会让志田信成在今后的职业生涯当中更加成熟 计数分只有16点90 计数分损失掉了24分 节目内容分33.35 短节目排名第20位 from Japan is currently in 20th place thank you 感谢观看